雪狼儿34个地区的加强行管令开跑一个多星期 但是单日新增病例依然居高不下 雪狼儿总警长拿督阿祖乃迪指出 雪州民众大多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加强行管令开跑至今 当局开出了1045张法单 主要涉及没有戴口罩或没有保持肢体距离等等为例行为 阿祖乃迪今早召开记者会指出 截至昨天警方一共排查7922家工厂 同时开出了266张法单给唯利业者 大多因为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或生产非必需品而持下法单 针对有民众申诉 接种疫苗之后发现针筒竟然是空的 阿祖乃迪透露 当局已经接获一宗相关的投报 至于网络盛传有医护人员转售疫苗敛财 警方暂时还没有接获任何情报